嗨 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畫質直播 直播的畫質好像就是還蠻不錯的 因為今天今天是假日 可是我想說也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我不知道誰現在在線上會聽 反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今天想要分享 心想事成這本書 是這樣的 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藝術藝觀點 我現在看到有人在線上囉 哈囉哈囉 誰在線上 歡迎留個言吧 嗨 大家日愉快 為什麼我今天要分享這一本書 是因為早上的時候 就有我一個閨蜜 我的好姐妹呢 她最近戀情比較不順一點 然後我的姐妹呢 她就問我說 美大 為什麼 就是我都遇不到適合的人 然後其實我跟她 就是我聽她就是講話什麼的 然後呢 我就想說好吧 不然我就分享這一本書給她 嗨 奇恩 哈囉 對啊 因為假日嘛 想說就可以比較早 不一定都要在那個 晚上的時候再分享 我想說 這個時候來測試一下 誰會在線上聽我分享 搞不好會有新朋友加入 好 反正就是 就是因為我朋友她就是說 她都遇不到 就是我的姐妹啦 她就是 戀情比較不順一點 然後就是 她有問我說 要如何 可以就是遇到 適合一起生活的人 那我想這一本 如果說不管男生女生 那我想說跟大家分享 心想事成的這本書 那希望大家在 不論是工作啊 還是經濟啊 或者是感情啊 都可以對大家有幫助 那這一本書喔 好像很久欸 我不看一下 有人我記得非常久 對 這一本書其實是 應該是到目前為止 我講過最 就是最久的書版 其實這一本書是2003年出版的 有的時候女生的眼光乖乖 欸 啟恩為什麼你會說 有時候女生的眼光乖乖 是什麼意思 留言一下吧 跟我說一下 是 啟恩你是覺得說 女生的眼光什麼時候乖乖的 好 那我先講一下喔 就是說像 這一本書 心想事成 它其實就是有點類似 自我暗示啊 自我預言 然後就是說 冥想的那一種 冥想成功畫面的 的鼻祖 這個作者喔 他其實是 大 日本人大導純衣 可是呢 他其實他是 摩菲博士的 就是 呃 的信徒啦 摩菲我介紹一下 摩菲他其實 是世界知名 研究精神法則潛意識的權威 喬瑟夫摩菲 那我們目前其實看到很多秘密啊 或者是說什麼吸引力法則 其實很多辦事出自於他 那我再講一次 他是世界知名研究精神法則潛意識權威 喬瑟夫摩菲 那這個日本人喔 他其實就是 就寫 就是他一生當中就是翻譯了這個 摩菲博士的一系列書籍 那我這個人喔 其實 其實就是我個人習慣 就是說去相信那種源頭 怎麼說呢 就是我覺得 我不是說秘密啦 或是吸引力法則不好 而是說我今天我在看這些書的時候呢 我寧願去相信 就是我會更去相信 嗨人強 哈囉 對啊 因為我今天 我就想說是假日 所以就想說早一點直播 哈哈哈哈 看誰比較 看誰 就是看有沒有新朋友在線上 跟大家一起過假日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喔 有時候老實人生活不夠 那你就找那一種 那你就 那姐恩我跟你講 那你就要 就是適合 找那種老實的女生 我想 今天不上班特別早開播 對啊 今天 欸你今天 國小你今天有上班是不是 那這樣你可以聽直播嗎 好 那我問一下就是 欸我問一下 如果明天早一點直播這樣 你們OK嗎 歡迎留言 如果禮拜天就是 早一點直播的話 你們OK嗎 好我繼續講喔 反正就是 心想事成這本書 為什麼我推薦喔 是因為 這個作者 他引用的理論 是來自於 喬瑟夫 摩菲 那摩菲 因為他是 世界著名的精神法則 前一日權威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說 與其看了一些 那一種什麼 秘密吸引力發展 我不是說那不好 當然也有效 可是我會 我其實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會更希望說 可以去 去聽 就是去看那一種 就是當初這個理論 或者是這個發明的人 我會比較習慣就是去找那一種源頭 或者是創始人 那今天這一本書喔 我一樣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推薦他 那還有就是說 因為大家一般來說 人生最大的三個問題嘛 就是錢嘛 再來就是工作嘛 再來就是感情婚姻嘛 對不對 那我就跟大家特別分享 這三個部分 那首先呢 一樣就是要先來講 感情的事情 因為這一本書呢 是特別為了我姐妹路的 因為他說他很希望可以遇到 適合一起生活的伴侶喔 那他有就是有問說 為什麼就是可能 目前還沒有遇到這樣子 那我跟他分享這一本書 也希望就是祝福他可以遇到 適合跟他一起生活的伴侶 那也希望就是已經在聽直播的朋友 今天聽完之後呢 也可以就是或者你已經有了啦 就是遇到可以一起生活的朋友這樣子 我想你是明天有要上班嗎 奇恩你還沒回我耶 人講你也沒有回我 好我現在開始講囉 首先感情上第一個 他說好男人啊 常常在女人不斷想像之後巧遇 怎麼說呢 他說好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可以跟適合 就是說適合一起生活的另外一半喔 不論你是男生女生啦 一起生活 首先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開始想 現在我把一個忠厚老實 喜愛和平又充滿幸福的男生 或者是女生吸引到我的身邊來 我所尊敬的各種性質呢 逐漸輸入我的潛意識裡 在我思考這些因素的時候呢 這些因素逐漸成為我 一部分被顯現在潛意識裡 或者是你也可以說 這個世界呢 存在著一種難以抵抗的牽引法則 而我相信透過吸引力法則 我可以就是我相信透過潛意識的信念 我可以吸引一個理想的另外一半 在潛意識中感到真實的事物一定會被我吸引 那摩菲博士他有說 他說你一定要持續的這樣去想 那同時呢 就是這個另外一半一定會因為你的這樣的想法而被吸引 你的潛意識會用意想不到的方法讓你們兩個碰面 所以這就是你潛意識所擁有無法改變 你無法抵抗的巨大力量 你要隨時擁有貢獻自己的愛 還有協助別人善心的那種強烈欲望 那你就可以準備接受潛意識即將給你愛的禮物 好 那還有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 這邊 這邊我就是要講說其實 你的 因為其實我有 老實說其實就是 我自己也有試過這樣的方法 那我覺得是還蠻有用的 而且有時候我覺得 目前啊 你這邊沒有出現適合跟你一起生活的人 那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你目前整體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其實 宇宙啊 或者是老天他其實 才沒有安排那樣的緣分 那我覺得在單身的這段時間 可以做的就是盡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充實自己 那不用特別著急說 為什麼我都沒有人跟我一起生活這樣子 我覺得是可以這樣子啊 當時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我就是多去參加不同活動啊 然後還有就是說 持續的閱讀不同書 然後呢就是參考不同的書的方式這樣 欸我覺得今天直播的畫面變得很好欸 大家有這麼覺得嗎 好 那再來喔 我們要來講 就是剛剛講感情的事情想完了嘛 就是說你要常常 如果說你現在感情不是那麼順利的話 你可以就是去 欸 要緒你那個是什麼表情 要緒你那個表情是什麼意思 好 欸 對 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吸引力法則跟秘密齁 很 其實就是後來啦 不是很流行什麼秘密吸引力法則 其實都是來自於魔飛的這個理論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沒有 我比較喜歡看那一種就是 主師也那一種 蛤 要緒你感覺不出來畫質的差異嗎 欸 可是因為我目前這樣看 我畫質覺得超好的欸 跟錄影一樣差不多欸 還是要緒等直播之後 你再看影片會不會比較好 還是你覺得 欸 要緒你是覺得現在直播那個品質不是很好嗎 好 那我這邊喔 我在 我在講一下就是 我們剛剛講完感情了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講人生第二大 總共有三個 第二大課題就是 淺 大家都會希望說可以更有錢嘛 那這一段魔飛他其實他也有提到 他說 真正富有的人 是對思考擁有更大的創造知識 而把更繁榮啊 富裕的思想一直不斷刻在潛意識當中 所以呢 當你對心中的財富呢 多加注意的人會越來越富有 就像落在地上的種子會產出百個種子一樣 你財富的種子不久就會成為你本身的經驗而加倍出現 所以他有提到他說 他說像有些人喔 其實他舉個例來說 有 他有一個朋友呢 其實還蠻分世技術的 因為他是不動產業者 那他覺得說 國家的財富都被少數的大富翁所擁有 因此呢 覺得很神奇 然後他覺得他沒有辦法改變社會結構 還不如 而且 就是 他就覺得說 有錢人都是那種囤貨獲利啊 或者是利用別人的無資來獲利啊 所以他一直覺得競爭是成功的唯一方式 所以他一直沒有辦法有錢 那結果後來他透過摩菲博士 知道財富是無限制的 根本不需要奪走別人的東西 自己就可以創造任何東西 所以他從競爭的思維 改變成跟別人合作的方式來代替競爭 然後他連續三個月就祈禱說 世界上呢 所擁有的無限財富 會以與我使用它的相同速度流入我的手中 同時任何人都會一天比一天的更富裕 結果呢 在三個月內 他的收入就增加了三倍 那這也正好印證了 有錢人會越來越有錢的道理 那他這邊他有提到說 你可以常常對自己說 喔我是有錢人 我是會越來越有錢 這樣子 那我實際上就是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 我對於那個錢還好 沒有特別的那個 就是我沒有特別強求啦 但是我當時看到摩菲博士講的這一個理論呢 當時我就想說 我來試試看好了 就是看是不是真的那麼靈 因為我都很愛做實驗嘛 那所以說其實我有運用過類似這樣的方法 那後來還蠻神奇的就是說 像朋友他們就會問我說 欸美塔 為什麼廠商都會主動找你啊 其實我真的是沒有特別去強求 但是呢 就是 但是真的就是 演藝現在還蠻有趣的合作啊 還是什麼 就是 或者是工作就會主動來找我 那所以說 我真的如果說是特別針對說 錢的這一部分啊 我個人有實驗過 那其實就是說 真的 就是 你這樣去想 那其實錢真的就會被你吸引而來 那還有就是說 但是當然你也要努力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像有些人他們會去 可能會去仇視 就是說可能就是會看到說 社會上沒有錢的人很多什麼 他就是把能量呢 都關注在那一種負面的上面 或者是他可能就是仇視有錢人 或者是就覺得 幹 社會不公平啊 什麼 不好意思爆出口 然後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你本身 就是增加財富的速度沒有幫助 你今天你應該是 放下競爭的思維 你應該去想說如何 就是 像書裡面所提到 如何透過合作的方式 或者是拱好方式 這樣會更快增加你財富的速度 然後還有不要想說 就是什麼都要自己硬著來 有時候其實你找了四個 適合的人 然後團隊 其實這個是會 會更有幫助的 嗯 其實你說 美國整天都在印鈔票 一個月印一兆美金 美國印完換歐洲印 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啦 這個講到國家 可是其實我今天我提到的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有錢 那其實首先你要放下 有些人啊 他們會覺得說有錢呢 是邪惡的 就是他會對錢有一些負面的印象 可是錢本身它是一個能量 它是中性的 就我的看法 我會覺得說今天有錢很好啊 我也喜歡有錢 因為有錢 你就可以就是分享更多 然後為周遭的人做更多事情 所以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加速實現 你增加你的財富呢 那首先你要放下對財富的偏見 那還有呢 你要相信 常常想像 你就是很有錢 很成功的畫面 我再念一次他那一段話 世界上所擁有的無限財富 會與我用它的相同速度 流到我的手中 同時任何人一天都會比一天更富有 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他有提到 他說如果你每天呢 都可以享受那樣成功的感覺 把滿足的情況呢 就是想像的話 那你就想像 就是你在睡前的時候 你就想像 你天生就是要成功的 或者是你就是要有錢的 你就是感情很幸福的 親愛的 那你所希望的奇蹟一定會發生 可是他這邊他有提到 你不可以去勉強特定的人去喜歡你 你只能去等於說想像 自己很開心快樂的那樣的畫面 那會更加速你的成功 那最好如果你成功之後 你還可以回饋周遭的社會 這樣子你的進步會更快 好 那還有他有提到 他說 無論哪一個領域能夠 闖出一番轟轟烈烈事蹟的人呢 通常都曾經事先把自己成功的形象 在心中描繪過 這一點我也超級認同 我講一個神奇的例子 我當時看到這一本書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來想像呢 我站在就是 我有一場超過一千人以上的演講 那其實當時很妙的是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我沒有相關的人馬與經驗 也沒有任何廠商請我去演講 可是呢 在2015年去年的時候呢 我真的 其實是在2012年的時候 我就已經達到了那個目標啦 然後後來也有幾場都是幾千人的講座 當時我在就是真的實現了在幾千人面前演講的時候呢 我當時真的有一種 哇!我真的就是心想事成了耶 那他還有提到他說 願望呢就來自於簡單的肯定 你要單純相信你的願望會實現 那這個願望呢就會更容易實現 他這邊也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比如說 你有一點欣慰的感冒 那你可以在睡前就對自己說 親愛的身體呀 明天早上前 請你一定要恢復我的健康喔 欸!很神奇的是 他說常常會實現 所以提供給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齁 有時候身體很累呀 或者是感冒 其實是身體在反映你內心的能量 你可能其實根本不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不想要去做這個工作 或者是你對現在的生活不滿意 那你的身體才容易生病 其實身體是反映我們的內心 好 那還有就是說 他有提到他說 要將願望視覺化 就是你要去想像說 你成功的畫面 好舉例來說 我之前呢 我想在我完全沒有任何經驗 完全沒有人脈經脈的情況下 我想要去實現 在1000人以上的場次 分享我的人生經驗演講 我當時只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只要我有想到 我就會閉上眼睛 然後呢 我就會開始想說 啊!我在那個 這麼多人面前分享我的經驗 大家也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那我到底當時是說什麼 就想著這種很開心的畫面 然後睡著 那你其實持續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會開始慢慢實現願望 那我當時的方式是 我這樣持續想了一段時間之後 結果後來就場上主動來約我 一開始是小場次 那後來後來累積累積到現在 我其實就有幾場 已經是超過1000人以上的演講 那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激 那還有他又說 當今天心中的願望被實現的時候 你要去感謝 那你可以說 我欣賞感激自己的一切 以及我所擁有的每一件事物 還有他有提到 他說 你可以去想你的目標 那就是你要想的目標 都是明確的具體的 怎麼說 設定目標 比如說好我今天我想要演講 那我就會設定說 我要講100場 這就是數據化 那或者是說 好我今天我想要在很多人面前演講 很多人多少人 1000人 就是你要去數字化 還有就是比如說 好我今年我要認真寫文章囉 好你要寫幾篇 那我前面有很多本書 我都有提到這個概念 你就是一個禮拜做一件事情 你想做的那件事情 那比如說好 看書好 一個禮拜看一本 那一年下來是不是就50本書 可是你一定就是要把 這些想做的事情數據化 那才會更快實現 還有他有提到 他說 你可以常常就是對自己怎麼說 天天都是美好的 一定會有美好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還有遇到困難的時候 可以告訴自己說 我有很多福分 我做了很多事情呢 都會很順利 還有他裡面他有提到 他說你在潛意識裡面 就是要想像所有一切美好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 擁有更多財富 你就必須讓自己的心理 充滿富裕感 而且就是你要一直記得 你可以讓自己明白一件事 你不用很努力工作 你也可以很有錢 我再說一次 你不用很努力工作 不用累得像狗一樣 你可以一邊玩樂 一邊有錢 你要告訴自己 你本來天生就是很有錢的 還有就是 如果今天你特別想要你有錢啊 或者是工作事業順利 你要就是盡量去感受一件事 就你不要擔心說 願望是否會實現 而且你要盡量的去感受 放鬆心情 然後告訴自己 就是想像 我的目標已經達成了 怎麼說呢 就是很多人在許願的時候就說 我希望我可以年收多少 或是說 我希望我可以跟適合另外一半在一起 那你的許願方式可能要調整一下 如果照剛剛那一種 你一直說你希望怎樣怎樣 你的願望就會一直停在希望的狀態 可是摩菲博士他有提到 你要加速心想事成 你要做什麼 你就是要想像的是說 我已經實現了願望的那種感覺 你就是要想像說 我已經實現願望的那種畫面 舉例來說 我再舉演講的例子 我當時就很想要在一千人以上的場次演講嘛 可是當時我完全連第一場演講都還沒開始 我就開始想這個畫面 當時我就想一個畫面 我在一個很充滿很多人 然後很高級設備的一個場地 然後我在台上呢 我跟那種就是主講者都很厲害通台 然後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人生經驗 然後後來很神奇在2012年的時候 我就實現了這個願望 那後來一直到現在 每年都陸續會有幾場是超過一千人的大型活動 我都會受邀去 所以當時我永遠記得第一次我站在一千多人面前 開始分享我人生的時候 當時我就有一種登登登震撼到 欸我真的心想事成實現了這樣的願望了耶 所以提供給各位分享 你不要想太多細節 你就是單純一直就是睡前或者是醒來的時候 就是一直想像那個 你願望實現的那個畫面 然後你不需要解釋任何理由 你就實現那個畫面 當然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欸Meta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像那個畫面 我想像力貧乏 很簡單一個方式 你就比如說你想要去環遊世界 那你就找那一種環遊世界雜誌的那一種 你覺得還不錯的人跟圖片 你把它剪下來 然後你在想的時候 你就盡量想像那個雜誌裡面的那個人物是你 如果你一開始不知道怎麼想像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去想像 所以他也有提到 他說一個人的人生幸福 那些幸福的人呢 並不是他們很努力喔 其實並不是努力就會讓你幸福 而是你常常去將你的幸福視覺化 你常常去想像那樣的幸福 這樣會更加速你去遇到適合的工作 遇到適合的另外一半 然後還有有限 所以這邊也是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我是跟大家推薦啦 與其就是看什麼 也不能這麼說啦 就是因為現在一些吸引力法則啊 然後什麼秘密這一種的書 其實很大部分是出自於摩菲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對於秘密或吸引力法則有興趣的朋友 我會建議說你還可以參考摩菲爾這個理論 因為我後來看了很多坊間的書籍啊 我覺得這一本就是可以抵好多本了啦 因為其實當時我看過 因為其實我之前曾經就是環繞世界回來之後嘛 那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是在找尋方向 那我當時看了很多類似這種書籍 可是後來我真的覺得說這一本可以抵好幾本 因為其實摩菲博士他本身就是研究這樣的權威 那所以這一本呢他就可以 就是我覺得會對你的不論是感情 想要遇到適合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說適合的工作 甚至是創業或者是有錢 我覺得都會非常非常的有幫助 重點就是說你一直常常去思考 真的你很開心成功的那樣的畫面 可是前提是你 你知道要想什麼了嗎 前提是你確定你知道要做什麼 如果你今天你沒有一個很明確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看這本書效果不大 所以我可以很能體會為什麼有些朋友 他們在看完秘密或者是吸引力法則啊什麼 他們會來就是跟我講說我覺得那沒有用 可是我覺得那並不是騙人的 或者是說並不是沒有用 而是我覺得是因為今天他們沒有先看了摩菲博士所講的這一本書 如果你今天有真的有看摩菲博士寫了這一本 心想事成潛意識法則 你了解你自己的潛意識是如何運用的 這樣會更加速你成功 那我不知道現在市面上還買不買得到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是2003年我就開始擁有到現在 這應該是到目前為止我講解最古老的一本書啦 那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就是查那個摩菲博士 他是善用潛意識的 那我也很希望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更加速實現自己的夢想 那喔對我這邊再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know how 如果你今天你真的要更快實現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不要再去看一些不要再去管 等於說你在實現這一段時間你不要把太多心力失焦 你要把重心呢放在自己身上 對 Betty 你說我的那個眼袋有點明顯嗎 喔對阿因為今天早上我比較早起來 因為我的姊妹她就是跟我講她希望就是沒有遇到適合一起生活的另外一半 她有點沮喪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好所以可能男生會覺得說這種好像有點懸 但是我真的是很建議各位 你可以試著就是說去冥想你 你就是你想要達到那個目標 但是重點就是說你要很清楚有那個畫面 如果你今天你不知道怎麼想的話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需要討論的 也都歡迎就是今天分享完這本書之後呢 你再跟我討論思緒 好 那我們今天的藝術藝觀點呢 就到今天結束囉 欸不會不會沒有啦 就是今天啦今天的這一本就講完囉 那我可能我發現我好像到時候講一本書大概都會花半個小時耶 就沒有辦法再降低 就半個小時是上下 好 那大家如果說有任何想法什麼都歡迎跟我分享 那Meta的藝術藝觀點呢 今天就結束囉 然後明天我們再想會 明天我想一下大概幾點講比較好 或者是大家有想要就是說 覺得這本書適合誰都歡迎分享給他 那也可以按追蹤 我再說一次歡迎你分享那個直播給適合的朋友 那也按追蹤 因為如果你有按追蹤的話就可以聽到直播 好 那對於這本書呢 有任何想法或者是藝術藝觀點有任何想法 還是就是說你不知道怎麼心想事成 都歡迎私訊再討論囉 掰掰 我們明天見 好 嗎 我們一起觀聽 20 tipo 巧 20 20 感谢观看